花冬咖啡产业历史悠久 近几年来农政单位以及农民的努力之下 产值水准也不输给西部的咖啡产区 不过近日受到气候的影响 今年的产量减少而且产季延后之外 肆虐台东咖啡树的咖啡果小肚虫害 台东茶改厂 今年在花莲佐西乡的伦天部落咖啡园内 也发现了受害的情形 因此特别呼吁花莲的咖啡农 要加以重视并且加强的防治 虽然咖啡产季已经进入最后尾声 不过只要上头仍可见艳红的咖啡果 咖啡农愁苦地说 从去年夏季的高温旱灾 到今年年初好几波低温含害 整个咖啡产季饱受天候不佳的肆虐破坏 产量严重锐减 六七月的时候在开花的时候就已经受影响了 所以我们今年产量就是从季节六七月比较热 到十一二月比较冷 都产量一直影响 影响到我们的采收量就是没有去年的一半 就是它能够丰收的东西 鲜果咖啡鲜果 产量直接对半看 有些栽种在海拔八百公尺以上的咖啡树量少 产季也延后 咖啡农盖孤可能要等到四五月份才会结束 现在稳定的销售却没有产量可卖 农民很苦恼 另外近几年台东地区的咖啡园 出现咖啡果小度的危害 台东查该厂就表示 目前有逐渐蔓延到花莲的趋势 咖啡果小度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咖啡果小度在台东已经慢慢连开了 然后就希望大家就尽量要 因为台湾那边就现在就发现就是在 在沦天那边而已 然后现在就是要大家要多多的监测 然后多多的注意 然后尽量因为它对于咖啡的一个 一个采收的影响很大 如果你得到那个那个虫的话 咖啡果小度是一种小型甲虫 全长不超过2毫米 属于橡皮虫科小度雅科 广泛分布在全球热带地区 而整个生命周期里都是以咖啡属植物的果实为食 因此分布区域和咖啡的生长地区有很高的重叠性 台东查该厂目前在花莲卓西伦天地区的咖啡树也发现虫害的情形 因此也特别呼吁花莲的咖啡農请务必注意加强防治 接着是玉兰卓西采访报导 接着是玉兰卓西伦天地区的咖啡的衣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